四川不灭,中国不亡 为何四川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它对我们中国到底有多重要?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如果把中国比喻成一只熊鸡 四川省的位置就大概位于吉星附近 它地处长江上游,我国西南地区的腹地 从位置上看,四川已算是中国的最后一道防线 再也没有多少战略众生了 因为再往后就是青藏高原,已经退无可退了 我们都知道青藏高原气候恶劣,交通不便 物质补给更加是跟不上的 所以说四川省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从气候上看,四川省西部主要是高原高山气候 气候寒冷湿润 东部主要属于亚二代季风气候,下气高温多雨 有个成语叫主权废日,说的就是四川省 意思是说四川的狗很少见到太阳 偶尔每天见到了太阳就会高兴的狂吹不止 比喻少见多怪 正因为四川四周都是山区,而且蝉联多雾,隐蔽性好 所以说无论是机械部队还是空军都很难在四川展开非常大的作用 这非常有利于地面进行游戏战 从地形上看,四川省处于我国第四七级阶级和第二级阶级过渡地带 第四西高中心,七部是川西高原和三境,东部为盆定、丘陵和成都平原 自然景观和农作物呈现出垂直分布的底下 粗杂的地质构造使得这里的矿产资源丰富,而且种类齐全 金属和非金属种类占全国总数到百分之十 储存量占全国到百分之六 因为四川省物厂丰富,农业发达,所以有着天赋之国的美成 在战争时期是重要的军事物资供应地 所以就有了四川不必,中国不完的说法 另外,米白也说过,不到哪,哪里算今天 四川四周都高山环绕,一手难攻 巴蜀之地一直是不大的战略要定 几乎每个朝代都会把这里作为军事战略要定 在三国中得到阻定,就是四国量弄中对策略中的重要一步 只要先占领阻定,在以后的战争中就能进退之无 就比如说在宋朝灭亡的时期 当时宋朝都已经灭亡了三十多年 但是当时的四川军军人民依然在进行顽强的抵抗 而且在如今属于重庆管辖的教育城还达到了一个蒙古的大海 即使是到了清朝入关的时期,也是这个样子 民国执行以及堪日战争执行也无一例外 可以说四川人民事不投陷的抵抗精神是自不有之 他们唯一知道的是要在国家有危难的执行 抵生而出,倾尽全力的保卫主席 也正是因为他们这样的坚韧不发的性格 中国采用了最后的希望 在堪日战争执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那就是无川不成军 可见川军做出的贡献有多大 好的,今天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